他說有一個橢圓 四分之X平方加一分之Y平方等於E 然後要把它怎麼樣 就是這個橢圓 整個橢圓 它跟它內部的區域 這整個這樣的區域 那麼要繞X軸 這樣旋轉出來的體積 看你是多少把它求出來 那我們發現這樣旋轉出來 有點像橄欖球 那這樣子怎麼求呢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應該先把它找出來 就是說當你這個點 距離這個圓點是X的地方 這個高FX或者說Y 把它求出來 Y就是你的FX 把Y求出來 那接下來你就把它怎麼樣 變成一個 照X軸變成一個圓 然後積分 從0到2把它積分 積分完了以後 再把它乘以2其實就可以了 就是兩倍 或者說你從負2到底 把它積分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 你的Y要先把它求出來 那符合這個 你要求Y的話 你會把X的移過去 然後再開平發 有正負你就取正的就好 就上面這一段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把它移過去 然後1減掉它的話 然後再開根號取正的 然後四分之一提出來以後 就變2分之一 然後就變這樣子 好 那變這樣子 當然你的範圍 當然這個要大於等於0 所以X的範圍 其實在正負2之間 就是負2到2 就是這個範圍 那所以你這個負2到2 你把它一移 移這個π fx的平方 這個移完就是這整個的體積 好 所以負2到2π fx的平方 好 那這個的平方 等一下變成四分之一π 可以提到前面 然後這個根號平方 以後就不見了根號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你接下來就把它移分 這個常數是可以提出去 然後四積分就是x x平方積分就是三分之x三方 然後從負2到2 那你就把2帶進去 解掉負2帶進去 算出來是三分之八π 謝謝大家